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在我们的印象中,传统意义上的东亚人都长着黑直发、黄皮肤、小眼睛以及比较平滑的脸部轮廓 比如这样,这样,还有这样 然而细细流星不难发现 有一些东亚人,他们的长相颇为独特 不太像身边的东亚同族,反而与欧美人更加相似 比如下面几位日本人 对比之下,是不是区别更加明显了呢? 令人惊讶的是,相貌偏向欧美人,在日本并非个例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想要探索日本人的长相之谜 还要从他们的人种起源开始说起 我们先看这几张图片 都是很普通的日本民众 也是日本主流的长相 而他们的相貌往前追本溯源的话 可以将其归结为一个名叫弥生人的祖先 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古时候有很多种族跨洋到过日本定居 比如汉人、高丽人、蒙古人等 而这批人就被称作为弥生人 大部分弥生人的面貌特征就是黄皮肤、小眼睛、大圆脸、眼鼻子 妥妥一副东亚人长相 弥生人在公元3000年前的时候开始陆续到达日本 因为代表该时期文化特征的陶器 最初发现于日本东京的弥生亭 这也是弥生人名字的由来 而他们的到来也为日本本土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农业技术和武器 比如水稻种植、鲁鱼技术、青铜剑等 很快 弥生人就统治了日本中原一带 并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巩固国家政权 所以东亚人的长相也逐渐成为日本人相貌的主流 而他们也将自己称为大和民族 这其中日本贵族的相貌与普通大和民族的相貌又有一点不同 日本贵族们的祖先虽然也是弥生人的一种 但是如果细细划分 他们的人种应该叫做异人 异人的后代在现代日本和韩国只有零星存在 其中日本贵族数量最多 异人本是四川原居民之一 他们从古蜀到出发 经由四川 然后向东推进慢慢到达日本 而他们的相貌特征是潜质棕黄皮肤 常有白皙皮肤 直发 长直行鼻子 薄嘴唇 体毛少 与欧美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虽然艺人的相貌比较像欧美人 但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日本实在太少了 他们的后代还不至于让那么多日本人的长相欧美化 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种在影响日本人的相貌呢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 日本一直以自己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自豪 也就是大合族 但事实上 日本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在公元前一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 有一批人从东南亚渡海 最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他们叫做阿依鲁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阿依鲁人成为了日本最初的岛主 由于他们能够生产一种以绳子花文为文士外表的陶器 因此阿依鲁人的后代也被称为神文人 根据日本史学家研究 神文人在日本统治的时间非常长 大约有几千年时间 神文人最具特点的就是他们的相貌 他们眉宫突出 头发丑密 眼圆而深陷 睫毛长而分歧 鼻垂直 脸和全身多毛 明显具有高加索人的相貌 但神文人与高加索人又有很大区别 他们身材矮小 皮肤有黑 而高加索人的特征是四肢高大 皮肤白皙 两者有天差地别的关系 根据研究 最早到达日本的这一批神文人数量并不多 所以科学家们认为 神文人就是高加索人的一个分支 而他们之所以和高加索人有不同的外貌 科学家猜测 是因为他们从亚洲东北部地区渡海到达的日本 沿路很可能与当地的蒙古人通婚过 这才导致身材相比纯种的高加索人要矮上许多 但根据最近的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发现 神文人身体里并没有高加索人的基因 反而是有安达曼人的基因 现在的安达曼人 是普遍分布在印度东南地区的安达曼人群岛上 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身材矮小 俗称黑矮人 而为什么日本人长这一副欧洲人面孔的原因 正是出在神文人的祖先阿伊努人身上 在公元前一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 有一批高鼻梁深眼窝的黑矮人 从印非一带开始向北迁徙 但在一个岔路口 这批人被分成了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选择继续北上到达北亚地区 而一部分则选择南下到达东南亚地区 北上的那一批人为了适应寒冷的环境 进化出宽鼻翼矮鼻梁 而南下的那一批因为生活环境变化不大 继续保持着原本的相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了新石器时代初期 东南亚的这批黑矮人 远洋渡海从冲绳地段登陆日本 随后占领日本全境 成为了日本的土著居民阿伊努人 他们经过几千年的繁衍 逐渐发展成后来的神文人 而之后弥生人的到来 导致神文人与他们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 而此时的神文人 因为一直待在岛上 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 技术非常落后 还在用着石器时代的石头武器 所以弥生人在武器各方面 都比神文人要先进 最后 神文人在这场冲突中战败 往北海道岛迁移 即便弥生人已经统治了日本大部分地区 但他们对神文人还是有一定的戒心 而弥生人也给神文人起了个外号 叫虾仪 在之后由弥生人建立的国家中 都会为任一个民教 征仪大将军的职位 征仪中的这个仪 指的就是被赶到北海道居住的神文人 虽然神文人和弥生人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甚至神文人被赶到北海道生活 但他们依旧选择与弥生人通婚 根据调查 在现日本至少35%的日本人血统中 都流淌着神文人的血脉 目前 纯种的神文人已经十分稀少了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 目前神文族人口约为2.5万人 而非官方统计则为20万人 相比于人口上亿的大和民族 可谓微乎其微 由于长期的通婚 神文人的基因已经混入了日本人的血脉中 所以我们才能经常见到很多日本明星在相貌上有欧洲人的影子 其实不光日本 很多中国人的长相也有些偏欧美化 其中最具特色的应该就是东夷人的后代了 在史前战争时期 炎黄两帝共同击败的敌人 蚩尤就是东夷族人 东夷人有个特点 就是威猛高大 骁勇无比 而他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身材 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高家索人 一个分支的后代 但是随着蚩尤战败 东夷部落也开始走下坡路 之后随着东夷人与华夏族的通婚 久而久之 高家索人的白皮肤逐渐被同化消失 而现如今的东夷地区 就是山东和江苏北边一带 这里的人普遍身高 还是比中国平均身高高不少 比如史记中记载的孔子 就是身长九尺的山东人 换算成现在来看的话 孔子恐怕有一米九左右的身高 也比较符合高家索人 身材高大的特征 他们的长相特点是 鼻梁高 深眼窝 胡须体毛多 长方脸或方脸 面部消瘦 棱角分明 立体感比较强 容易出帅颗美女 所以不光日本人 东亚地区中 长相偏欧美化的人群基数 还是非常多的 而现如今 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 欧美人的白色皮肤 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肤色 越来越多的亚洲人 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美肤产品 将自己皮肤染成白色 但殊不知 他们体内很有可能 就有高加索人的基因 高加索人 作为远古时期 最庞大的游牧民族 他们的分支 遍布世界各地 除了欧洲白人 中国新疆的塔吉克族 维吾尔族人体内 都有高加索人的基因 但自从二战以后 人中主义 已经被淡化许多了 所以无论你是白皮肤人 还是黑皮肤人 在崇尚价值多元化 反对歧视 审美自由 生而平等的今日 都有属于自己的抑郁风情 几千年前 有这么一群人 生活在欧洲东部 喀尔巴迁山脉以北的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波兰境内 他们就是古斯拉夫民族 他们每天的生活 就是打打猎 放放牧 吃得饱也穿得了 找日子过得还算悠闲 中国有句话 叫做保暖私隐喻 这群人也不例外 闲着没事就生孩子 结果孩子就越生越多 于是吵着闹着要分家 在公元七世纪左右 这群古斯拉夫人就分好行李 收拾好自己的家道 向着西 南 东 三个方向出发了 向西的这群人 到达了波西米亚 被起伏不断的山脉阻挡 于是就在山脚定居了下来 他们就是现代杰克人的祖先 西斯拉夫人 同时插播一句 留在老家的那群比较宅的人 后来也被划分成西斯拉夫民族 他们是波兰人的祖先 向南的那群人 到达了地中海沿岸 发现这里温暖舒适 于是就不愿意再走 就在这定居了下来 最后慢慢演变为 塞尔维亚人 克罗地亚人 和斯洛文尼亚人 统称为南斯拉夫人 向东的这群人 就没有他的两兄弟这么好命了 他们向东走了几步 就发现越往东气候越恶劣 这些人就是现代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 东斯拉夫民族 东斯拉夫人往东之后 也没想过回去 毕竟来都来了 除了气候差了点 但是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 于是就在这定居了 但是厄运女神 依然在注视着东斯拉夫人 他们这次遇上了海盗 公元八世纪 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瓦兰籍人 开始劫略东斯拉夫地区 在北部诺夫哥罗德地带 建立了松散的统治 补充说明 如果大家对瓦兰籍人 这个称呼不敏感 那么用维京人这个词 大家应该就不陌生了 实际上 瓦兰籍人 维京人 瓦良格人 诺曼人 都是一个民族 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称呼 比如诺曼人 就是Nothman的执意 意思是北方的人 862年 北方的东斯拉夫人 起兵反抗瓦兰籍人的统治 并且成功地将他们赶回了老家 但是没过多久 东斯拉夫人谁也不服谁 于是开始了内战 随后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东斯拉夫人觉得这样不行 再打下去 各个部族就要打光了 于是为了停止内战 他们把已经赶走的海盗 瓦兰籍人 又请了回来 让海盗的首领 来做他们共同的王 在一般人看来 让一个外族人统领自己 那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 其实并不算啥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招了一个店长 经理 或者CEO 于是 在公元862年 一个叫做基辅罗斯的国家建立了 基辅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是一个地名 但是罗斯是什么意思呢 罗斯这个词 最早起源于 八世纪的瑞典和挪威地区 是由古挪威语 Rose 一词演变过来的 意为 讲手 也就是划船的人 这也正好说明了 俄罗斯人的祖先和海盗 密不可分 基辅罗斯的第一任国王 是一位实力强大的海盗首领 刘里克 刘里克当上了第一任CEO之后 也并未辜负大家的期望 他在诺夫哥罗德地区 建造了自己的城堡 形成了早期罗斯政权 刘里克在879年去世 而刘里克的儿子伊格尔 当时还不堪大用 因此 奥列格大公 遵从刘里克的遗嘱 接过了摄政大权 而事实证明 刘里克的眼光相当不错 在奥列格大公的治理下 东欧平原出现了 一条条繁荣的贸易路线 基辅罗斯也在逐渐发展壮大 十世纪末 在罗斯和拜占庭关系中 发生了一件大事 便是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 980年 伟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上位了 但是被冠以伟大的这一称号 和他开疆阔土并无关联 而是另有原因 基辅大公国一直信仰的都是 多神的原始斯拉夫宗教 而且他们还排斥迫害异教徒 但是随着东西两方交流不断深入 来到基辅的基督徒越来越多 宗教问题就成了 弗拉基米尔必须考虑的问题 而最终促使弗拉基米尔 转变信仰的原因 依然还是在于政治 当时基辅罗斯和波兰 一同统治东欧的大部分地区 而波兰在改信基督教后 融合了更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 简单来说 就是基辅大公眼红了 在俄罗斯历史著作《往年记事》中 记载了这么一个传说 弗拉基米尔专门派出了一个使团 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 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搞了个实际调查 使团回来后 向他报告说 伊斯兰教徒没有欢乐 不仅不让吃猪肉 还是禁酒主义者 弗拉基米尔一听 禁酒那怎么行 弗特加可是罗斯人的命根子啊 不能顿顿顿顿 那还有什么乐趣 所以穆斯林就被他否了 同时他也拒绝了犹太教 认为犹太教连耶路撒冷都守不住 说明他们的神不够强大 使者又向弗拉基米尔描述了 天主教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认为 天主教堂太严肃了 不具美感 所以也不喜欢 相比较而言 一个使团成员说 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堂中 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和壮丽 使者穷尽此早 也无法描绘正教会 带给他的震撼 于是弗拉基米尔决定 以基督教为罗斯国教 并娶了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 接受基督教 是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共同的宗教 将罗斯和拜占庭紧密地联系起来 随着大批拜占庭神父的到来 拜占庭文化涌入罗斯 罗斯的宗教 正论文学作品大量涌现 建筑之壮丽 与西欧相比也是毫不逊色 可以说 正是因为接受了基督教 罗斯才被真正纳入了欧洲文明之中 然而 基辅罗斯的辉煌 就好像是厄运女神的一时马虎大意 等厄运女神再次张谋看来 罗斯的衰败亦随之显现 虽然基辅罗斯 从拜占庭得到了基督教的传承 但是罗斯的政治制度 却并未仿照拜占庭的模式 形成中央集权 基辅大公不仅把土地分给封一王公 而且对于大公之位的继承 也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到十二世纪时 基辅罗斯已经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 频繁的封建战争 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而十字军东征则造成了欧洲贸易主干线改道 从而使罗斯丧失了有利地位 欧洲文明重心彻底从东欧转向西欧 至十二世纪末 罗斯虽然还在尽力维持自己庞大的体量 但其实已是金玉其外败去其中 一旦出现一个强大的外敌 那么对罗斯绝对是灭顶之灾 无巧不成书 1206年 在亚洲的腹地 一个蒙古国家诞生了 于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 蒙古人的征服 以最为迅猛和激烈的方式席卷而来 那是蒙古人最得意的时代 不仅在亚洲打败了宋朝 还在欧洲把俄罗斯的祖先们打哭了 1240年 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 率军攻占了基辅 并准备远征西欧 但在捷克战败后 率军返回福尔加河下游 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金杖韩国 从此开始了蒙古 对罗斯长达240多年的统治 从此 罗斯人要向蒙古人纳税 见到蒙古人就要行礼 反抗就要被杀 男人拿来杀 女人拿来玩 蒙古人因此在罗斯 留下了很多蒙古血统的孩子 骁勇善战的蒙古基因 加上几百年前的海盗基因 今天的俄罗斯人如此彪悍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虽然蒙古人打下了 偌大的疆域 但是他们只看得起 有钱的城市 因为有钱的城市 才有东西上购 那些破败贫困的地区 他们就没心思打理了 金杖韩国 甚至对自己的统治方式相当得意 但是就是那些 他们看不上的破败地区 让他们栽了个大跟头 莫斯科在那个时候 是个不起眼的穷逼城市 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压迫 反而偷偷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14到15世纪 罗斯经济渐渐发展壮大 而经济的发展 要求政治的统一 终于 在被蒙古人统治了几百年后 罗斯人以莫斯科为重心 推翻了蒙古的谈报统治 罗斯重新获得统一 统一后的俄罗斯 用以前基辅罗斯的名字改了改 称为俄罗斯沙皇国 最高统治者叫做沙皇 而第一任沙皇就是伊凡四世 但是俄罗斯人民好战的基因 开始发作 得到自由之后的俄罗斯 第一件事不是守护和平 而是开始了复仇之路 在沙皇的带领下 俄罗斯吸打欧洲同胞 东打蒙古达子 把俄罗斯的版图 直接扩大了一倍以上 而之后继位的沙皇 也都继承了这种 不显地盘大的传统 其中比较出名的 有彼得大帝 比男人还要勇猛的女沙皇 叶卡杰里纳二世 随后又经过 多位沙皇的南征北战 俄罗斯的版图 终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 差不多了 变强之后的俄国 还打败了想要征服 世界的法国皇帝拿破仑 解救了整个欧洲大陆 当时的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 还被欧洲称为神圣王 欧洲的救世主 虽然沙俄的军事力量很强 版图疆域也很大 但是在沙皇们统治的几百年里 农民和工人们 实际上并没有比在 蒙古人手下好多少 因为不管是谁在统治 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劳动 然后上宫 尤其是沙皇们酷爱战争 所以工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还没污热 就要被送到前线 老百姓的日子可是相当的不好过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老百姓们饭都吃不饱 但是国家却仍然要往一战的泥潭里冲 这大大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 俄国人民终于受不了了 于是在1917年2月 俄国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起义 史称二月革命 虽然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沙俄 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但是这次的革命并不彻底 支持沙皇的人还有很多 八个月后的十月革命 才让俄罗斯脱离了贵族们的魔爪 而领导俄罗斯人民翻身做主人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列宁 列宁为俄罗斯设计了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 吸引了其他小国家成为加盟国 他们以俄罗斯为大哥成立了苏联 不过俄罗斯注定多灾多难 苏联成立也就二十年左右 又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甚至德国的坦克都开到了苏联的家门口 好在苏联再次发动欧洲救世主的传统异能 踩扁了希特勒 再一次拯救欧洲人民于水火之中 后来的事儿大家也都十分清楚了 二战后 苏联在和美国的较劲中解体 只剩下领土最大的俄罗斯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 远没有鼎盛时期苏联的实力 但也是世界上不可忽略的军事大国 总体来说 其实俄罗斯的历史并不太长 从基辅罗斯到现在 也不过才一千两百多年 但是却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 他被蒙古人奴役过 对外族人称过臣 但曾经几乎无敌的法国和德国 都是在碰上俄国的时候 遭遇惨败 他们两次拯救了欧洲 可能又是俄罗斯人最自豪的事 如果大家要问瑞森 俄罗斯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能挨过一千多年的打打杀杀 就可以了 Burra 好